科学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 通过科学 我们对地球对宇宙的认识也更加深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是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 例如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几个地方 如果按照科学的视角 它们就不应该存在 然而它们却真实的存在于地球之上 一 罗赖马山 这是一座神奇的山峰 它就是南美洲北部帕卡赖马山脉的最高峰 也是柯南道尔的小说 《失落的世界》的背景 在那里你能找到地球上最古老的岩层 伊玛塔尔撒眼 它的年龄大约在27亿至36亿年之间 科学家们还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 尽管它的海拔较高 营养匮乏 但却拥有一套独立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罗赖马州大约80%的生物是当地特有的 世界其他地方已经绝迹 此外 这里还拥有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 安赫尔瀑布 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叫做天使瀑布 尽管它的水量不是很大 但落差足有979米 气势之雄伟 景色之壮观 果真应了礼拜那句 飞流直下3000尺 以使银河 落九天 二 福岛 它位于印度的曼尼普尔邦 这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 被称为印之珍宝 虽说曼尼普尔邦隶属于印度 却有着小中国之称 他们的官方语言为汉藏语系 和我们中国一样以龙为图腾 饮食习惯更似中国 以米饭为主食 喜清淡 好蒸煮 不想印餐 夺香料 偏希腊 不过这个地方 最为神秘的地方 还是它的福岛 洛克塔克湖 是该帮最大的淡水湖 湖中有面积 40平方公里的 漂浮制的小岛 这也是世界上 唯一的漂浮国家公园 这里的生态保护得非常好 山清水秀 湖光烈焰 景色如画 三 磁利山 若问加拿大哪个旅游景区最神奇 答案毫无疑问 就是磁利山 当你在磁利山 只需把车停在山桥 挂在空档上 不一会儿 你就会惊奇地发现 不管你的车体积有多大 它看起来正在向山上滑行 为了体验这种磁利的力量 每年都会有大批的游客 切放磁利 不厌其烦地反复试验 而磁利山的这种现象 也为西方称为 世界新十大奇迹之一 但事实上 磁利山与磁利一点也没有关系 汽车自行爬坡 也不是磁利所为 那里的上坡 其实是一个下坡 只是由于周围参照物的不同 造成了人们视觉上的误差罢了 四 血瀑布 南极洲本就是地球上 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而位于南极洲的迈克莫多干谷 更是神奇中的神奇 这里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区域 之所以被称为干燥谷 是因为这里异常干燥 空气中唯有一丝水汽 这里大约有两百多万年 没有过降水了 因此这里不仅是南极大陆 唯一唯有冰雪覆盖的地方 而且还是地球上条件最严酷的荒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却拥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那就是血瀑布 它就像是丝利的山口中 流淌出的一条血色的河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习惯 是因为血瀑布的源头 富含铁元素 随着铁的氧化 最终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深红色 土 克里木土火珊瑚 位于印度尼西亚佛罗洛斯岛上的 克里木土火珊瑚 却格外与众不同 这里一共有三个深水湖 它们分别是老人湖 青年湖 幽灵湖 神奇的不是它们的名字 而是湖泊中那些会变色的水 这三个湖泊的水色 总是时不时的变化 从蓝色或者绿色 变成黑色或者红色 变换多端的水色 令人匪夷所思 六 索诺拉沙漠 它是世界上生物品种最多的沙漠 也是世界上最完整 最大的汉地生态系统之一 索诺拉沙漠就位于美国和墨西哥交集 这里的沙漠景观举世闻名 在这里 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仙人掌 大约有三百多种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美洲的巨人柱仙人掌 以及体型更大的仙人镜仙人掌 比起这里的动植物资源 更神奇的是沙漠中的城市 用作家查克·鲍登的话来说 在索塔拉沙漠没有小城镇 但出现了菲尼克斯图森这样的大都会 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城市既像沙漠里的福州 又像是人类在月球的定居地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